熊市家族的各位亲友们,各位张伯们,我是金慧,我目前还在武汉汉坑这个疫区,我向大家汇报一下,目前我们整个湖泊,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,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吃, 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?就是一个人,传染之后,如果说他没有被优效的隔离的话,或者说进行优效的资料的话,他会传染给他身边的14个人,那么这个基数就很大了,现在正至纯洁家旗之间,天然地不恶劣, 亲戚朋友,子女,都往家里干,都是为了河家团圆,在一起,气一顿,叛见番,现在情况特殊, 我希望大家不要出门,不要聚会,不要聚传,纯洁年年幼,只要忍平安, 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在一起, 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,我们整个湖泊生意料物质情况, 现在武汉市整个意料系统, 及伙伯生的整个医疗系统,都已经约过了我们的商级, 危机卫,及各个行政部门,市政府,省政府, 透过各大媒体,再向社会发起五资募捐, 这个五资,是医疗物质,比如说我现在戴的护目镜, 戴的一次性的口罩,戴的一次性的收套,身上穿的这个隔离衣,甚至是隔离裤, 这个五资,特别精确,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员,凡是从临床下来的, 现在全部都有重新上了医线,我现在相当于就是在和线上, 给大家录这个录像,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精确, 我再强调一次,春节放假期间,不要出门,就自己在自己屋里呆着, 要不然,我在前方平民是为了什么?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啊,我的情人,他们健康,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 我也知道,有些亲戚不在群里面, 亲看到我这些消息的人,相互打电话,相互通知,一定要做到。 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人士,这是一个政治任务。 而且报告大家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消息。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,已经发生第二代变异了。 也就是说,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,我们可以对症治疗。 那么在发生第二代变异的时候,这是要命的。 那他的感染几率就不是一个人传染。 一个人得伤的这种病,传染身边14个人。 那么他是请包发心智的。 我问大家,一定要劳起。 不要出门,不要窜门,不要集会,不要聚餐。 谢谢大家。